無人機飛到克里姆林宮的上空 目標還是要暗殺 俄羅斯總統普欽 對此俄羅斯在5月3號 公布這項消息的時候 是先說都是烏克蘭做的 但是4號的時候 又把矛頭轉向美國 認為美國才是幕後黑手 為什麼會這樣說 俄羅斯總統的新聞密書 他是認為說 烏克蘭跟美國都在否認 他認為這是很可笑的 他們認為說 這個把無人機飛到克里姆林宮的計劃 是美國來決定 而烏克蘭方面來執行的 但事實上在俄羅斯 第一時間5月3號 出來指控烏克蘭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他就說了美方是根本不知情 而4號俄羅斯又反過來 指控美國的時候 美國國安會的發言人科比 他就認為俄羅斯這樣的指控 是很荒謬的 天空中突然出現無人機 烏克蘭首都基辅槍聲大作 Get it boys Get it boys 防空高射炮一發帶走 無人機化為火球墜落 殘骸撞進市區的一間商店 起火燃燒 火勢很快就被撲滅 幸好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週四俄軍24架無人機來襲 防空系統擊落了18架 這是四天內俄軍對基辅 發動的第三次空襲 空襲擺明了就是為了報復前一天 試圖行刺普京的無人機攻擊 客公怒指幕後黑手就是美國 白宮反槍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而仍在荷蘭訪問的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誓言討回公道 澤倫斯基呼籲國際行事法庭早日將戰爭罪犯神之以法 TV宣告報導 那中國的看法是如何 再交給允熙 好 事實上俄羅斯指控烏克蘭飛過去的無人機 就是在克里姆林宮元老院的圓頂上頭爆炸的 而俄羅斯是在事情發生之後 十個小時才發聲明出來譴責烏克蘭 他們提到說烏克蘭的兩架無人機 是瞄準克里姆林宮 而是遭到俄羅斯的電子作戰系統擊落 而當時普京也是沒有在克里姆林宮裡頭的 另外這個無人機擊落 其實沒有造成人員的受傷 也沒有造成俄羅斯他們物質上的損失 除了剛剛提到 包括烏克蘭 俄羅斯 還有美國都有發表聲明 或者是有做出回應之外 中國大陸方面他們也表達他們的立場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他就提到說 各方面應該要避免 採取任何可能使局勢 進一步升溫的行動 而中國大陸方面對於烏克蘭危機 他們的立場是一貫而且明確的 那現在這個危機會再度來升級嗎 請教允錫 好 針對無人機的爆炸 澤羅斯基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烏克蘭只會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 他也否認他們想要刺殺普京 他說普京的下場就留給法庭吧 不過外界認為 其實烏克蘭根本就不曾經承認 他們對俄羅斯的本土發動攻擊 主要就是不要踩到美國的紅線 那這起事件到底有哪些背後可能的原因 專家也提出四點分析 第一個就是到底烏克蘭有沒有能力 派無人機指導克里姆林宮 事實上去年12月今年2月跟4月 都有看到無人機在莫斯科周圍的蹤跡 甚至在4月的時候 距離莫斯科只剩下30公里了 另外一方面 俄羅斯現在在幾個辦公大樓上頭 都出現了鎧甲 這個地對空的防空飛彈 外界認為俄羅斯 他的防範能力 看起來似乎也是比較有限的 至於烏克蘭真的想要刺殺普京嗎 專家認為這個是不可能的 主要原因是如果普京真的遭到刺殺 反而會激化俄羅斯的民族 還有愛國主義 讓這個戰士變得更加升溫 有沒有可能是俄羅斯在自導自演 目的就是要作為升級戰爭的藉口 專家認為有可能 但是俄羅斯目前其實 沒有什麼讓戰士升級的本錢 最有可能的 其實專家認為就是烏克蘭在試探 他們想對普京還有俄羅斯 做出挑釁的行為 而為什麼要這樣做 一方面也是因為大家很關注的 烏克蘭春季大反攻 現在認為說烏克蘭唯一 一個能夠擊敗俄羅斯的目標 他們就是要截斷亞蘇海北岸 俄羅斯跟克里米亞 連通了這個陸橋 但這場戰役很難打 因為烏克蘭跟俄羅斯 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外界認為烏克蘭能做的 就是要出其不易才能制勝 因此現在看到的很多可能 都只是煙霧彈而已 關注國際新聞 也歡迎拿出手機 掃描QR Code 上TVBS新聞網來了解更多 俄羅斯持續的 轟炸烏克蘭作為報復 俄軍正夜晚發射 海馬斯督管火箭 前方蒙面士兵 自稱海馬斯隊長 大聲嗆嚇俄軍 他說多虧蘇聯時期建造的防河碉堡 還有機會就發動猛烈火箭 只有3號當天 役近一對黑�蒼地區 狂放火箭 摧灶火車站 賣場 加油站 公浴等多個 利用設施 保持 школ, училище та багатоповерхівки лише за останню добу на Херсонщині більше семи десятків обстрілів з важкої артилерії, танків, градів та авіації. По самому Херсону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а б'ють прицільно і не шкодують боєприпасів Украин总统 Золон Сиджі цитав по-шу-ду-джан-сє-сін-джао 强调, це次死者中 дадуше вугу-да-май-чан-сіофей-ча-хан-юн-гон 他絕不原諒 发动攻擊的俄羅斯 炮身隆隆的地方 还有扎波羅热 一处民宅前 被炸出巨大蛋坑 大片房屋化为废墟 幸好这里的住户 躲得快,奇迹似毫发无伤 это не то слово, это просто You know, we were in such stress Людмила says that it was only when people asked us if we were okay that we realized we were alive Украин电视台记者挺进 另一个乌东交战区 布格列达尔 采访到一半 还是得躲避炮弹攻击 这里仍有零星居民 不愿撤出 但家园早已面目全非 而俄罗斯境内一连串 离急爆炸还没停歇 3号靠近克里米亚大桥的 克拉斯诺达才发生燃料库爆炸 隔一天相同地区的炼油厂 又被无人机锁定 如果加上4月底 克里米亚塞凡堡油槽爆炸 短短一个礼拜 已经有三起 除油槽被攻击的事件 3号当天 乌克兰年轻人热衷讨论的话题 还是克里米亚林宫 遭到无人机夜袭事件 子伦斯基时刻否认 是乌克兰发动攻击 子伦斯基之后 闪电造访北欧芬兰 也被问到援助战机的话题 他认为西方虽然还在犹豫 但相信以后总会提供 不过在他身旁的芬兰总统 当面表态无法提供 略为老旧的大黄风战机 因为芬兰自己也有防卫的需求 子伦斯基随后转往荷兰海牙 隔空呛下普京 迟早得到国际法庭 接受审判 俄欧双方继续上演无人机大战 四号俄罗斯又派出24架 伊朗制无人机攻击基辅等地 乌克兰宣称成功击落其中的18架 下午的三点钟了 您好 我是钱丽如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 国际上的最新消息是 我们先来关注